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布鲁战线 俄军继续向罗伯蒂尼进攻 赫尔松战线 乌军击退了俄军对克林基的七次袭击 4月19日 乌克兰空军司令 尼古拉奥列什丘克称 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合作 首次摧毁了图尔2M3远程战略轰炸机 当天凌晨 俄军使用了36种空袭手段 包括22枚不同类型的导弹和14架攻击无人机 对乌克兰发起攻击 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了29个俄罗斯的空中来行目标 奥列什丘克称 空军防空导弹部队 首次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合作 摧毁了远程战略轰炸机图22M3 这是X22巡航导弹的载体 俄罗斯恐怖分子正在用其袭击和平的乌克兰城市 俄国防部称 俄空间军的一架图尔2M3逆火加力攻占机 因技术故障在俄罗斯西南部 斯塔夫卢布尔边疆地区追悔 两名飞行员均成功的弹射并被送往医院 情况中等 参考消息网4月19日报道 举德国时代周报网站4月19日报道 德国总理朔尔茨呼吁北约成员国 通过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 来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他说 其他北约国家没有合理的理由 拒绝乌克兰的相关要求 报道称 德国上周末向乌克兰承诺 再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除了德国之外 西班牙和荷兰等国的库存中 仍然有爱国者防空系统 乌克兰可能会从其他合作伙伴那里 获得更多的六套爱国者系统 4月18日 德国经济部长兼副总理罗伯特 哈贝克抵达了乌克兰基辅进行突击访问 罗伯特 哈贝克预计将在基辅待好几天 主要协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罗伯特哈贝克背的特大背包引发关注了 寓意德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尽管面临强硬派的压力 约翰逊仍推进乌克兰援助法案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以此为题 当地时间17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宥远逊发表声明说 众议院计划与本月20日晚 针对三项对外援助法案进行投票 据纽约时报报道 宥远逊提出的法案与参议院2月通过的 950亿美元一篮子援助计划大致相同 但拆分为三部分进行单独投票 向以色列提供260亿美元 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 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80亿美元 约翰逊强调 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不能玩弄政治 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 必须援助乌克兰 观察者网报道 前一秒还在研究施压让乌克兰割地 后一秒又在强调乌克兰的生存 对美国很重要 这就是诡异多变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当地时间4月18日 特朗普在其自创社交媒体平台 真相社交上发文质疑 为何美国与欧洲之间隔着一片海洋 却在俄乌冲突中 比欧洲多投入1000亿美元 为了帮助一个急需帮助的国家 欧洲为什么不能与美国投入的资金 持平或相当 他继续写道 正如所有人都同意的那样 乌克兰的生存和实力 对欧洲来说应该比我们重要得多 但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 欧洲行动起来 随后他继续抨击拜登和民主党 再次重申 如果我是总统 这场战争就永远不会爆发 4月19日 俄罗斯军事分析家弗拉德 实力普琴科在沙格勒发表文章称 不应指望乌克兰的防御会崩溃 乌克兰不但没有削弱 反而增强了 同时他表示 2026至2027年 战争很有可能继续持续 4月18日 经济学人报道 自从乌克兰将无人驾驶技术 列为优先事项以来 乌克兰已投入数亿美元 购买能够发现和打击 远距离目标的远程无人机 现在他们是由6家公司生产 记者参观了其中一家公司 最好的西行号有3000公里的设程 并能够到达西伯利亚 何为侵略 异国侵略 破坏另一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 即政治独立 或任何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侵略的主要形式 由武装入侵 政治干涉 经济迫害 文化渗透等方式 俄乌谁是侵略者 抵御侵略是中国人民和世界 所有捍卫和平者的神圣职责 要么彻底打败侵略者 要么成为侵略者的奴隶 怎么可能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那么那些劝保家卫国者投降 甚至对保家卫国者冷嘲热讽的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 美联社消息 美国众议院出现罕见场面 已经阻止对乌克兰军援六个月的 美国特朗普派共和党放弃抵抗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 正在一起推动对乌克兰军援计划 美国民主党提出的援助乌克兰方案 竟然得到了大批的共和党议员支持 最终以316票对94票压倒性的优势通过 最后投票将会在美国时间4月20日下午1点 进行众议院全体投票表决 基本就是我们的4月21日凌晨1点半 反对援助乌克兰的核心 为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约翰逊是共和党特朗普派首领人物 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本人也180度大转弯 特朗普一直反对援助乌克兰 支持对俄罗斯和解 要求乌克兰各地求和 但是就在4月19日 特朗普突然转变了 特朗普表示 乌克兰的生存对美国很重要 有个消息称在4月17日 波兰总统杜达最终说服了特朗普 杜达承诺北约其他成员国军费 将会从GDP的2%增加到3% 为此特朗普表示 所有人都知道乌克兰的生存 对欧洲来说比对美国更重要 虽然乌克兰的生存对于美国也很重要 那么 为什么欧洲不能拿出与美国一样的资金援助力度呢 实际上一切都是为了钱 为了选票 今年11月就要大选了 现在的基本情况是美国民主党 预计选票已经超越共和党了 民主党的基本盘更大 如果美国共和党继续支持特朗普的极右翼民粹主义 只能是选票越来越少 甚至温和派和普通右翼共和党都已经开始支持拜登 特朗普派继续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 硬顶着干 最终只能让共和党选票越来越少 因此 共和党里面有一大批的军工选票 和对俄强硬派选票 特朗普继续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 硬顶着干 就会让军工集团全面的投向民主党 第二原因 美国军方最大的军头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布朗上将 打破了军人不能参政的惯例 布朗上将直接下场 被援助乌克兰法案拉漂 第三个原因 美国军工集团支持援助乌克兰 而且 美国军工集团所在的红州 有大量的共和党中间力量 这一批共和党都是优质会员 属于天天向共和党捐款的那一部分人 这一次投票将会决定俄乌战争的命运 虽然俄罗斯占据有绝对的优势 俄军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也是大概率的时间 但是 再有数百亿美元军援进来 俄罗斯将会付出更多血的代价和军备损失 极大拖延俄罗斯最终获胜的时间 以及可以夺取土地的面积 如果没有美国数百亿美元军援 俄罗斯有可能在2025年就彻底结束战争 夺取乌冬巴中 有了这数百亿美元军援 俄军可能还要在东巴斯大宗神防御阵地上 留下更多俄罗斯年轻人的血 这一次投票是决定命运的时刻 决定着俄罗斯是可以快速取胜 还是付出更多代价 决定着乌克兰是损失公投四周 俄控区损失少一点 还是损失整个乌冬巴中 彻底变成一个内陆小国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佣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 反应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进行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宇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闲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